台东县观参镇两年一度的阿美族联合封年季 8月18日在观参清水公园的原住民红场举行 活动是以著名的电光部落的竹炮揭开了活动的序幕 在享受营销的电光传统竹炮声中 各部落的阿美族头目在深藻红色长袍的总头目带领下进场 进场后由总头目举行传统的祭乙祈祷 感谢祖灵的庇佑以及祈求活动能顺利成功的进行 随后全体阿美族人以围圆圈的方式进场跳大会舞 因为四个参与的部落的传统服饰稍有不同 因而自然形成各个不同颜色的部落区块 活动能顺利成功 电光里里长潘宝营 谈到了电光竹炮的使用时机及制作的材质史说 在祭典的时候才会采这个竹炮来释放 就是庆祝这样子 用四竹做的那四竹在电光有很多 那以往他们就是拿来赶山珠赶小鸟的 一百多年前台东县观察阵阿美族利用竹炮映然的 怨然巨响吓跑的敌人 克服了入侵的清兵 一百多年后 竹炮音效果相当震撼 近几年来成为台东县各大小庆典必变的表演节目 位于部落中的电光阻巧 更将竹炮文化发扬光大 每年吸引了上百团 超过上千游客参访 游客 早年电光部落阿美族人制作的竹炮 是新将一段竹子的竹节挖空当套馆 底部放入俗称电土的碳化盖 加水就会形成可燃气皮的雨出 点火后 竹馆内的雨出迅速燃烧形成霹雳 从疾管开口喷发而出 引发轰然的巨响 如今电光阿美族的竹炮 已成为台东特有的文化体验之旅 啊 雨安 啊